请想起日本的亲寡侵略中国 我真是不知不觉的就流下眼泪来 同时我就在这佛前我宣誓 我说我一定要重建云居寺 然后我就跟当地的一位管理员说 我说重建云居寺大概需要多少钱 他说钱不少啊 要三十万美金 当时的一块美金 这都不得了啊 三十万美金 我说我院是发了 话是说出来了 我上哪去找这三十万美金呢 于是我就从那个以后 我就开始游走各国有花销的地方 就把我在房山邑居寺的这个院 说给大家听 我说希望你们为了祖国 为了佛法 把这个奸商 希望你们出钱 真是很幸运 不到两年的功夫 我觉得三十二万 那么我普老呢就跟我说 你把这三十万交给我 可是那时候这个重建委员会的是当时的北京市的副市长和鲁立女士 他也是政协 那么他就派人转告我 说是这个钱 因为我是复建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你必须交给我 所以在这个两人之间 我这三十万交给谁呢 我就跟胡老说 我说啊 我们您啊 不跟关注 我不交给你 我交给何鲁立女士 你知道啊 我这还有个大象博士 也被毁得很厉害 我希望你能够给大象博士也捐点钱 我就对你后再说吧 那么我就把这钱交给了何鲁立 何鲁立女接收这个比钱的时候呢 那么那是非常的庄重 等到我走到鸣居寺 我一看四座被炸的四座大殿都已经修好了 而且呢 在修大殿的时候 发现了佛的设立 所以在大殿 五层大殿之外 旁边建了一个设立店 然后呢 从前呢 这个皇帝啊 每一年都要去朝拜设立 所以原来这有那个 皇帝住的店也盖好了 所以我这三十万 盖了六座大殿 同时呢 发现了佛的真正的设立 我把这钱交给了何鲁立 跟关产以后 那么我的责任就了了 看这店已经都修好了 那个砖头瓦砾呢 也都排除了 我感觉我这颗粮油交代了 但是三十二万 还有两万怎么办呢 我就想这两万 那时候我一直现在打听这个人 当时据说 有一位先生 得了肺的肺炎 cancer 肺的cancer 但是他很努力 他就要盖希望小学 他把北这个河北这个 北京市附近的希望小学都盖了 那么人家说呢 他活不了几个月了 但是他现在啊 开始在云南贵州 去盖希望小学 那么我赶转得到他的电话 我跟他就通电话 我说我现在这还有两万没听 我希望盖一个希望小学 你说可以不可以 他说当然很好了 这样的话呢 请问你是以你 你的慧姓用什么名字 我说我不要我的名字 我也不要文贤的名字 就用当地的名字 他没有说话 他说好 你把钱汇到哪里来 我就把那两万人金汇给他了 汇给他了以后呢 后来我们的朋友真正到贵州 贵阳去 非常艰难的看到了 结果这是文贤第一希望小学 反而文贤在贵州出现了 这样以后 查德罗在贵州 云南带了十三所文贤希望小学 那时候呢 这样子就让当地的 穷苦的人可以在那念书 后来呢 这个 这个 我这样的话 跟赵先生 这个 人到了2000年 赵夫人 跟我说 还要 那边 这边 吃 这边 那边 这边 来 再分析 那边 撤 那边